人生之路中的巧真 是一个典型的恋爱脑 自从爱上高嘉玲之后 她的眼里就容不下任何一个男人 每天最喜欢做的事情 就是围绕着高嘉玲转 如果有机会的话 她还想给高嘉玲生几个娃娃 她负责赚钱养家带孩子 而高嘉玲只用学习就行 这种待遇 恐怕不是每个男生都能拥有的吧 然而爱情是需要相互付出的 但凡有一方失去了平衡 那两人之间的感情就会极度清洗 直到打翻为止 很显然 巧真的爱是分量最重的那一方 而高嘉玲倒显得飘飘然了 明明在进城工作之前 还在感谢巧真对自己的包容 可在参加工作没多久 高嘉玲就开始嫌弃巧真了 就好像人家高攀了自己似的 可高嘉玲似乎忘了 在她人生最狼狈的时候 是巧真一直陪在她身边 给了她勇气和爱 带着高嘉玲重拾对人生的希望 最终高嘉玲是出息了 成了县里的大记者 巧真却成了小心翼翼的存在 男朋友变得越来越优秀 自己却大字不识几个 巧真的内心自然是有自卑感的 但她怎么也没想到 高嘉玲提出分手会来得那么快 高嘉玲还是懂人心的 知道巧真接受不了分手的事实 索性就说自己要去大城市工作了 巧真自然能够听得出这言外之意 很明显 在高嘉玲的眼里 她这个农村女孩已经成了累赘 像高嘉玲那样优秀的男人 身边只配得上更优秀的女性 而巧真没文化还走不出这个山村 铁定是要跟高嘉玲分道扬镳的 所以在高嘉玲提出分手之前 巧真先一步说出了自己的意愿 希望高嘉玲能好好工作 将来再找一个条件更好的女朋友 明明是迎着笑脸说出来的 可巧真转身之后 强忍着伤心 狂摇手机的画面 还是刺痛了不少观众的心 这个女孩子的心思实在是太通透了 都说爱到极致是放手 巧真选择分手 也是对高嘉玲的一种成全 分手之后 巧真还抑郁了很长一段时间 但她很快就想通了 自己跟高嘉玲本来就不是一路人 只有马栓才是自己的归宿 因为他们都热爱劳动 更不在乎什么农村与县城的差距 更何况马栓也是读过高中的人 关键还一心对巧真好 被高嘉玲抛弃之后 巧真想都没想就答应了马栓的求婚 只因这是命 她改变不了 只能说巧真的通透 高嘉玲是配不上的 那样好的一个女孩子 就因为出身不高 又少读了几天书 就被高嘉玲打心眼里嫌弃 黄亚平处处都好 可她不是一个能在高嘉玲逆境中 不顾一切伸出援手的人 因为她跟高嘉玲一样都很自私 永远都在为自己的前途而做考量 谁要是拖后腿了 注定是要被抛弃的 不过巧真嫁给马栓也挺好的 因为她找到了一个钟爱自己一生的男人 比高嘉玲那个父亲汉不知道要强多少倍 有时候对命运的妥协 未必是一件不少的事情 说不定会有额外的收获呢